现代启示录 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伟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说起历史上连结自爱 大公五私的清官 想必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包青天包拯 但是有历史学者研究 宋朝官员的薪资福利之后 赫然发现 原来包拯从不贪污 是因为包拯的年收破亿元 这是真的吗 另外包拯为什么到四十岁 才正式的踏入职场呢 四十岁以前的包拯 是赖在家里的宅男吗 请看资深记者 陈湘怡 叶家靖的深度报导 第二次距离的包拯 铁面无私 不惧权贵 可省人间种种其案 又能穿梭阴阳两界 替孤魂野鬼深渊 神通广大的包拯 在百姓心中与天齐名 尊称包拯为包擎天 对他又敬又爱 包拯受到百姓爱戴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包拯当官以来 廉洁清政是历史上 著名的清官之一 也因为如此 传闻在盗墓界 曾立下行规 不可打扰包公墓 但事事难料 1973年的春天 安徽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同事 由于合肥第二钢铁厂 要新建石灰窑 位于钢厂范围内的包拯墓 必须要现实牵走 否则就按无储墓处理 这一消息引起了当地 考古研究部门的注意 为了保护墓中的骨骸和文物 考古队赶赴现场 包拯他病逝的时候 是新元1062年嘛 那么宋仁宗的当政期间 宋仁宗是北宋期间 相当好的一个时代 所以宋仁宗把他追封为 理不上书啊 这个官制三品 那他照理说 应该是家财万贯 其实很多的这些学者们 他们都心里的想说 希望能够挖到一些宝物 挖到一些呢 我们过去没有 不晓得的宋代的一些 珍贵的物品 结果呢在开关之后呢 却发现的是 只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日常的书籍 毫无意外 包公墓的出土再次证实 包拯的确亮袖清风 不过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宋朝 官员的薪资福利 可是相当优渥 因为在当时候呢 宋太祖叫光印 他透过城桥兵变 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呢 打下了天下 所以呢其实整体上来说 宋太祖他其实是会 担心说如果武官的势力 太过强盛的话 那么他可能呢 会用同样的方式 去夺得这天下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 宋太祖他们从建国以来 他们其实很重视的就是 文官的力量 其实会强过武官的 所以在整体上来说 同样是一个等级的官员 可是文官的力量 或是文官的福利 其实相对会比武官 还要好很多 宋太当然它是一个 高薪的时代 对官员来说 它是一个高薪的时代 可是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 然后哪样的一个植物 还有它的一个 心凤的一个类别 其实不太一样 竟然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 包枕担任什么植物 首先是广为人知的 开封又有个包青天 不过包枕却不是开封服饮 而是权支开封服饮 那么权支开封服饮的这个权 它是战时的意思 支是掌管 所以它就战时掌管 这个开封服的相关的事宜 另外包枕还身兼 龙图阁直学室 这个职位有点像是顾问 皇帝有百思不解的事 想找人讨论 包枕才需要出席 那么再来它有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上厨省幼私郎中 那这个身份它也是一个官写 它也没有实际上 必须得做的事 所以它并不需要到 这个行政的单位去工作 也没有什么必须负起的责任 那么它拥有的这些福利 其实相对也是存在的 究竟身兼三职的包枕 薪资有多少呢 那么就看大家的收入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侨夫 那就是现在的基本工资 我们就以两万八到三万好了 那么包整它的收入 是一个侨夫的五百多倍 那如果说两三万的五百多倍的话 那也就是年薪都是破千万台币的 这时候因为位置比较高 所以它相对的 它的钱就会比较多 那整个换算起来的话 应该就差不多将近于 现在的五六千万台币 年薪 按照宋仁宗颁布的 公务员薪水法规 家幼陆令来看 包整在龙图阁直学室 和圣书省幼私郎中 两份薪资 只能领取高薪的 龙图阁直学室月凤 每个月有料钱 也就是基本薪资120罐 还有天资钱和餐钱 这是植物津贴 分别是十五罐和三罐 这样算下来 包整光年薪是一千六百五十六罐 依照学者按黄金价格换算 宋朝一罐钱大概是新台币 两千零九十二块 一千六百五十六罐 将近三百五十万台币 另外 宋史直观制记录 包整在开封府 每月领十五代米十五代麦 宋朝一旦大约等于现在的 五十九点二公斤 这么算下来 包整一个月就可以领到 一千七百七十六公斤的月亮 朝廷还会再发放 五百二十公斤的木材 一千零四十公斤的甘草 冬天有一百三十五公斤的木炭 特别的是 还有一千五百罐公使钱 也就是特别费 再加上天资钱一百罐 按照宋仁宗时期的物价 包整年薪福利 全部贯算成铜钱 总共是两万一千八百七十八罐 大约是五千万台币 不过这些还不算上 朝廷给包整二十寝植田 相当于两千亩耕地 允许它每年收租 这两千亩耕地 按每亩租米一旦估算 每年也有两千淡米的进账 而且这个土地是不用缴税的 也就是说整个包整的收入算起来 当时的记载是说相当于说 八十七公斤的黄金 以现在黄金的价格来换算的话 其实就是一年的年收入 它可以高达到一亿三千万之多 所以这个包整 它的生活环境条件是怎么好 到达一亿 这种可能性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宋代的薪水 的确是比其他时代要来得高 至少比明清都要超过十倍 这是确定的 年薪如此优渥 难怪有人说 包整一身清廉 不贪不娶 原来是包整根本不缺钱 而当官者非富即贵的观念 也根深蒂固在人民心中 包整这样的高官 年收一亿三千万 怎么可能没钱 莫非是手滑 把钱都花光了 因为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 他就算他有钱 这些钱也就是留给乡里 留给地方去进行发展 所以看他的一些材料的费用 木材 甘草这些 其实他并没有去拍卖 并没有去获得折现就对了 给证明 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 他们家的加工就是孝 素 两个字 孝当然就是孝顺 那素就是表示说 我非常的正直 非常的连结 那么所以包整他自己也讲过嘛 如果是不从无据 非我子孙 就是说如果你不像我这样 报效国家 忠君爱国 连结致辞 那你就不要当我的子孙 不是包家的人 而包整完整的家训 是这么说的 后世子孙试患 有泛赃烂者 不得放归本家 王末之后 不得藏于大营之诸 不从无智 非无子孙 这篇仅三十七个字的包整家训 罕见地被记录到正史当中 而包整如此连结自律 其来有字 追溯包整的先祖 可是春秋时期 楚国王孙 申包虚 他凭一己之力 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 申包虚他有一个好友 叫做吴子虚 吴子虚的这个父兄 他其实受到一些人的陷害了 所以就被楚王给杀害 所以当时候的吴子虚 他待在楚国 其实不是一个久留之地 所以他就赶紧的 就是赶快逃往到其他的国家 那当年申包虚跟吴子虚 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吴子虚为了要报仇 所以就联合了吴国 他后来投降吴国 然后就带着吴国的这个河驴 去攻打这个楚国 把楚国几乎要灭了 就要把楚国给灭亡的时候 这时候申包虚就到秦国去求救 那么秦埃公当然也不会说 就轻易贸然答应就帮助你 就出兵 所以这个事是发生在西元前的506年 那所以申包虚就一直哭求 据说他就是哭求了七日 那这个痛哭就感动了秦埃公 所以秦埃公就派兵去救援楚国 把吴国给打退 就是不让吴国灭掉这个楚国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申包虚建立的大功劳 所以楚国人感谢他 楚国的君主也感谢他 可是他就是这种 虽然他有很大的功劳 但是他不愿意去领这个功 他就退隐了 甚至让他这个后代改姓鲍 所以这个鲍式就这样传下来 鲍整是申包虚的第三十五代孙 父亲名叫鲍令仪 母亲张氏 鲍整兄弟三人 长兄包银 二兄包银 都早年夭折 新元九百九十九年 鲍令仪最小的儿子 包枕出身 谢礼 思考包枕因为肤色过于有黑 吓坏众人 为什么他生得这副模样 传闻 包枕是文曲心下凡 不过 这中间出了一点点小差错 这件事情怎么会搞砸的 这个你不知道啊 我让文曲心投到包家 让文曲心投到底家了 这样 没错 就是这样安排的 两位星君的元神是对的 但他们的躯壳让我投反了 哎呀 你看现在 一个勇猛的文官 一个清秀的武官 怎么想怎么觉得便宜 我真是多此一举啊 文武新君投胎转世 弄错身躯 导致文曲心包枕 肤色特别黑 这当然只是商业传说 包枕黑脸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受到戏曲的影响 为什么包枕它会是黑脸 那么戏就要凸显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比如说曹操是白脸 那么大白脸就是表示很奸詐 那包枕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 很耿戒的人 所以就用一个黑脸 比较像那个元罗王那种的 公正无私的感觉 所以大家也叫他包黑 那一块血月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他能够日神阳 夜神阴 他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他都在工作 其实他算是过劳的一个人物的代表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把包枕推崇到一个最高点 认为他就是一个为老百姓 不只是白天也在工作 晚上也在工作 于是包枕必须有黑脸 加上月牙成了约定俗成的事 那么真实的包枕 是如何踏上仕途 成为名流青史的包青天呢 那么他的父亲呢 包立仪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而且也考取过进士 当过这个县官的 所以他们家算官二代 然后包立仪呢 对包整有影响是很大的 他希望他能够走上科举这一条路 因为这条路读书 但是有气质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实际上 对家庭是有帮助 有一些学者呢 他们会说啊 包整呢 如果他早一点去考试的话呢 他可能早个十年 早个十五年 他早就当了高官了 那么呢 他当初会晚去考试呢 主要也是希望说 能够留在父母的身边 去孝顺父母 所以呢 一拖再拖 拖到他已经二十几岁了 他其实都没有去考试 那么呢 后续呢 在父母的安排之下 他就沉浸了 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他其实就觉得 放下一块心中的石头 就是他去考试的话呢 他的妻子有在家里 他可以照顾他的父母亲 所以呢 他在记录之中呢 是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就高中进士了 考中进士以后 当然他就被分配当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有 但是这个地方 离他家乡又远 所以他曾经要求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改派到他的这个 故乡的附近 他是安徽合肥人 合肥在那个时候 称为卢州啊 他希望能够就近在这边啊 那其实后来是因为 他考虑到他的父母亲 年纪大了 所以他又跟草庭讲 就是说 是不是暂时先不要派任 然后让他有时间 可以去照顾他的父母亲 所以说包拯在家乡 等于说是真正的侍奉这个 父母亲 一共有十年之久 所以他在家乡一直待到 三十八岁 等到父母亲都先逝了 那么他才离开家乡 所以当时他这种孝行 是传遍的这个乡里之间的 虽然在当时包拯被认为 世青至少 但换作是现在 试想一下 一个二十九岁的大男人 好不容易考上公务员 却继续宅在家 当宅男十年 直到四十岁才踏入社会 开始工作 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时代背景不同 才显得包拯 词官尽孝的男人可贵 那么人生四十才开始的包拯 是如何跨出第一步 在官场一鸣惊人 这一天 来打开 我们要不要再来 一会儿 一会儿 我先来打开 我先打开 这一会儿 是一个大零